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世界应当跟我们苏婆世界大致上差不多 也就是善根比较少 这个烦恼习气比较重 众生在这个地方 智慧负德都限少 当然苦难就比较多了 如果这里头有一部分人觉悟了 我们在中国古迹里面看到古 注意看这个十善叶道经的 永正的善誉 里面就说到 如果这个地区 有十分之一的善人 十个人当中有一个是善人 这个地区 佛菩萨会保佑 如果这个地区有正法 这一个地区的人就有福 如果没有正法 而是邪法 很甚的时候 这个地区的灾难就有灾难就多了 为什么呢 邪法是引导人 邪之邪尽 正邪的标准 就是应光大肆讲的 顿轮尽奋 这八个字可以说是绝对的标准 邪法呢 与这八个字肯定是完全相悲 这八个字不好懂 什么叫顿能进分 闲邪尽村臣 我出出家的时候 还有一位老侯尚 问我 因为我们那时候也写一点小文章嘛 引用应光大思 这两句话 老侯尚跟我说 这两句话太深了 没有人懂 我想对 有 汉学根底的人 没有问题 现在人已经不念文英文了 所以这八个字的意思 很少人能够理解 因此我们不能不做详细的讲解 这个顿就是顿木 用现在的话来讲呢 和顿木相处 和沐沐相处 人 是伦常 人 也是同类 但人 狭义的来说 就是父子 夫妇 兄弟 朋友 要和睦相处 要互相尊敬 互相忍让 你这个家就活了 社会也和谐了 国家也和谐了 这个是狭义的 广义的来说 我们与同类 世间 所有一些人 都要和睦相处 这是顿伦的广义 大义 把自己内心 一切分别职责 要把它化开 不念旧我 不争我人 我们自己本身 也是一样 我本身是个好人吗 一装错事 没做过吗 不可能 父子讲 那圣贤都做不到 除了祝佛如来 是万人 一丝毫去 这个过时 都没有 菩萨还免不了 什么原因呢 菩萨无名 没有断进 他是 分别执着 断了 无名 没有进 所以 还有 微细的过时 那个过时 我们是完全看不出来 佛看得出来 所以他还要 努力去进修 把最后一瓶无名 也断掉 那就完全没有过时 所以 古人讲得好 人非圣贤 数能无过 过而能改 山莫大眼 圣贤的功夫是什么呢 改过 自己常常反省 有过 就要改 古大得了 文棒 这喜 人家毁谤来了 他欢喜 为什么呢 自己故事不容易看到 别人毁谤来了 自己要认真反省 他这个毁谤 我是不是真的有过时 真有过时 他提醒了 我赶紧要改 如果他的毁谤 我确实没有这个过时 没有过时 也好啊 更好啊 好在哪里呢 消五十戒的 业障 你的业障 从哪里小啊 这个就是 六波罗密里面 修忍辱 波罗密 修禅定 波罗密 修 般若 波罗密 所以我们看看 菩萨 对于毁谤 侮辱 一切的 假害 险害 没有一样 不能忍啊 佛经上讲的 忍如先人 是我们最好的榜样 所以 我在五年前 离开台湾 写了六条 永远生活在感恩的世界 我告诉我们 这个家里所有的同学 对别人 无论是 卧义 或者是 无益 这项 毁谤 侮辱 我们统统 要接受 不能够反驳 听到之后 看到之后 要认真的反省 检讨 有没有故事 我们对于这些人 永远存着感恩的心 为什么呢 他要不提醒我 我自己不知道 即使我没有过时 他是 无根的 谣言 有意的伤害 对我还是有好处 为什么呢 我要更努力 更精进 提高自己的德行 这就是说 这些东西来了 我们德行不够啊 我们修行的功夫 还差得很远啊 这些讯息 给我们的是资料 帮助我们 认真 路里 向上提升 记住 偶一大四的教会 静云无好丑啊 好丑在于心的 愣言经上 佛所说的 若能转静 则通如来 重要的就是 你要会转 你想人如先人 遭 割力亡各界身体 这是极其严重的苦难啊 也是最大的侮辱啊 没有比这个更大了 人如先人 功夫到家了 他能转境界 他这一转呢 这是好境界 不是恶境界 像什么呢 像学生 遇到很严厉的老师 来考你 看你 能不能通过 这老师来考你啊 果然呢 人如先人 不生 诚惠心 一丝毫 诚惠心 没有 人如波罗密 圆满了 对境界现象呢 确实能够 不取向 如入不动 禅定波罗密 波罗密 圆满了 没有一丝毫 报复的念头 持戒 波罗密 圆满了 而且还存感恩的心 将来自己成佛 先度这些人 不失波罗密 圆满了 诸位想想 这一转呢 六波罗密 圆满了 这叫修行人 这是真正佛弟子 如果 这个资讯传来 心里面有不平 心里头有懊恼 你没有转境界 你一辈境界转了 这个境界转了 你身怨恨心 这个怨恨呢 就越揭越深 那生生世世 怨怨相报 彼此多苦啊 这一转过来了 彼此多落啊 同臣佛道 所以 佛菩萨在这个世间 教化众生 对一切众生的根性 很清楚 很明了啊 变质根啊 对于根性不善的 要化解 用什么化解呢 不失恩德 化解 关键 是在心里 心里头 要觉悟 要有智慧 不能有丝毫迷惑 现在这个世间 迷惑的多啊 觉悟的少啊 佛菩萨在世间 是心 必然像 忍辱先人一样 什么样的 毁谤 能忍 什么样的 侮辱 能忍 什么样的 灾害 能忍 一心 一心 想到 执念 别人的好处 不要念 别人的故事 我们受人家 一天的恩德 古德常讲啊 受人 地水之恩 常死 用权为报 现在的社会 如果大家能够知恩报恩 这个社会上 哪里会有灾难呢 我们佛弟子 都圣贤的书的人 要给这个社会带来享火 不能加重灾难啊 要帮助众生觉悟啊 不能帮助众生迷惑 这个道理 要懂 佛法 是觉悟的方法 是觉悟的方法 佛教 是觉悟的教学 我常说 佛教是 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 释迦牟尼佛 真正是 聪明到极处啊 帮助一切众生 利苦得乐 世界 所有的方法 都做不到 唯有教育 所以他老人家 你看看 把王位 辞掉了 舍弃掉了 舍弃掉 权位 舍弃荣华富贵 一生 从事于 社会教育工作 只有这个工作 直接 觉悟人心 天天 天天在劝导啊 归故 劝赏 一生干这个事情 劝导大家 回头 是岸 他所说的话 他全部都做到了 他落实了 那么这个就是 他特性的表现 没有逆境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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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什么地方 看一眼你自己 修学的功夫 这个时候 你就晓得了 逆境 卧原 是善之事啊 这个时候 真正自己了解 这个功夫 到什么个阶层 但是 不能终止 还要向上提神啊 为什么呢 你没有 真的 无上 真的 真确啊 要真的 无上 真的 真确 肯定 还要遭遇 更严厉的 考验 像人 如先人 与 格力王一样 要通过 这样严厉的 考核 心里头 对立 没有了 其心动念 没有了 一批香火 定会等迟 这我们常常讲的 真诚心 并 法界 虚空界 清净心 并 法界 虚空界 平等心 正确心 并 法界 虚空界 慈悲心 并 法界 虚空界 世出世间 神人 跟我们讲 人这 无敌 在中国 世法 世法里面讲 人 这是 称圣贤 仁慈的人 在佛门里面讲 人 这是 菩萨 仁慈的人 怎么知道 他仁慈 他无敌 这个敌是敌对 对立 他心里头 永远没有敌对 别人敌视他 他不敌视别人 对不起来 别人要打你 这一拳打过去 你那个地方不还手 他的一拳打空 你要还手的时候 这两个拳头正好对上 不还手 我们促学佛的人 要在这个地方 用功夫 别人骂我 不还口 听到就好 别人打我们 不还手 别人杀我们 也不还手 人入仙人 不是让人杀吗 决定不躲避 为什么呢 清清楚楚 这个身写了之后 境界提升了 杀害我的人 这个冤仇啊 化解了 来生相见的时候 好朋友了 冤不能解 冤一定要化解 佛菩萨知道这个道理 了解死实真相 不可以逃避 逃避 那是不仁 不义 为什么呢 你看看 人家这个战的时候 已经到接战的时候了 你躲避 躲不了啊 下一次碰到 还是要来呀 不如现在 赶快把它聊了 我们读 安石高大师的传记 大师 在 没有 以 法师身份 到中国来从事 已经 之前 他来过年次 年次呢 都被人杀了 他知道啊 他是欠命债的 年次还命债 欠人的钱 要还钱 欠人的命 要还命 菩萨 菩萨清清楚楚 这不能不还 不还 你越拖久 利息越多 赶快还掉好 他是 年次还命债 第三次到中国来 从事于翻金 就一帆风顺了 在中国 没有冤家对头了 菩萨能做到 普通人做不到 这个都是说于 辨知 众生 更新 知道众生 更新 你才晓得 怎样去帮助他 怎样去教化他 生命 永恒 一切众生 都没有生死 众生跟佛菩萨 差别在哪里呢 佛菩萨知道 知道 生从哪里来 死到哪里去 反复不知道 不晓得 生从哪里来 死到哪里去 所以对于死亡 恐惧 佛菩萨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这个地方死了 哪里是死 神写掉了 神不是我 神就像一件衣服一样 衣服 穿破了 穿脏了 穿坏了 把它脱掉 这个衣服就死掉了 不要了 再换一件新的 没有死 那么诸位都晓得 六道轮回 你这个身写掉了 那么在一般讲法 四十九天 你又得一个新的身体了 绝大多数 四十九天 他就淘汰了 那么这四十九天是中阴身 那么这四十九天是中阴身 大山大山大陆的 大山大陆的人 没有中阴 佛经还讲得很清楚啊 他这一段戏呢 马上大山的人呢 升天了 没有中阴 大陆的人呢 都地狱了 无尽地狱 无尽地狱 那个立刻就去了 小善小吴 那还要跟银洛王 跟这些判官 见见面 投胎 佛家讲往生啊 时间长短 北地 但是一般呢 最长四十九天 七个七 大概都是去 去投胎去了 又换一个身体了 心形善的人 那个身体越换越好 心形不善的人呢 早卧的人呢 那他换的这个身体 就越换越差了 换出生身 换卧鬼身 比人身还要差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了解四世真相 真正从心底上 断过来了 果报 自己清清楚楚 我这一生 跟我时间长的同学 你们都看到 从我们精美图书馆建立以来 在这个 还没有图书馆之前 我在四十五岁内 那个时候还住在韩广长家里 生了一场病啊 寿命到了 我也跟韩广长讲得很清楚 寿命到了 我们同参三个人 发荣发死 明眼发死 我一个 我们三个人同见 同名 命运差不多相同 算命看相 跟我们说 过不了四十五岁 那一年是个关口 我自己很清楚 很明了 知道这一生没活报 修来生福啊 我们三个人都很认真的 那一年二月 发荣往生 五月明眼往生 七月我身边 我很清楚 你看两个都走了 轮到我了 我七月生病的时候 是在基隆 释放大教室 林渊老伙商 请我去讲了言经 他们下单句 我在大教室 讲这个 大福丁守了言经 这个建议 一共试卷 我讲完第三句 生病 我自己心里很清楚 时间到了 这个时候 我也不找医生 也不吃药 医生只能医病 不能医病啊 我念佛求生进头 什么都放下了 一句佛号 念了一个月 病好了 我没有求长寿 我只是求往生 病好了之后 我心里明了 佛菩萨给我的工作 就是鸿发立身 我这一生就干这一种事情 知根最重要的 知自己的根性 能自度 知众生的根性 能帮助别人 所以我对生死 看得很淡 我四十五岁就该死 现在多活了三十多年 还不死 还在这个世界上 干什么呢 花燕金没讲完 我确实是发烈 这个花燕金 齐请人 韩馆长 黎牧原居士 这都是齐请人 劝我 讲这部大经 有许多法师大德 他们知道 这部大经 对于现前这个时代 很有利益了 包括黄连族老爵士 我们台湾也有几位法师 劝我 希望我能抽一点时间 把这个经讲一遍 这个经要缘分 佛法应云身 现在人讲的时候 要具备条件 这一直到新加坡 这个条件才成熟 黎牧原居士 黎牧原居士发行护制 我们这个经开讲了 那么这个经开讲以来 越讲越欢喜 这受用最大的是我自己 彻确确实实 境界提升了 那么今天这个社会 灾难平凡 灾难从哪里起来的呢 灾难的根 是迷而不久 在这个三毒里头 吃啊 诸位要晓得 三毒的这个这个这个 中心就是欲吃 那吃是迷 迷而不觉 他才起贪心 他才起晨晦 如果觉而不迷啊 贪嗔就没有了 可是这是最难最难断的 断贪嗔多容易 断愚痴可不容易 佛在经典里面举比喻说 三毒烦恼 贪嗔痴可不容易断 愚痴不容易断 愚痴断了是 藕断斯林 愚痴就是无明烦恼 到等就位啊 才能把它断干净啊 一断干净 他就成妙觉了 就正得如来就近的国位了 所以一个人 特别是修道的人 在这个世界 对于一切众生 甚至于对于冤亲战主 他永远抱住感恩的心 抱恩心 不但没有怨恨 没有报复 你看到你的冤亲战主 遇到有灾难了 立刻就要帮助他 人如先人成佛了 就是释迦牟尼佛 你看 头一个 就要渡戈利王 戈利王是谁呢 乔臣如尊臣 知恩报恩 那是什么恩 杀他的恩 在我们一般人家 深仇大恨 不计较了 那已经了不起了 还要去度他 帮助他 哪有这个道理啊 对 世间没有这个道理 佛法里有这个道理 佛在这里教导我们 你看看 释迦牟尼佛是怎样对于 对他的冤亲战主 佛在此地做示范 这我不看了 乔臣如尊哲 正阿鲁汉古 他有功德了 他应当第一个德度 他的功德在哪里啊 把释迦牟尼佛六度圆满了 所以你要真能找到人如先人才行啊 为什么呢 他能转经济 你这个卧行也变成了功德 如果他是一个凡夫 他没有这种这个修行的功夫 他还要怀恨 还要记仇 还要报复 那你就麻烦大了 那也让什么 也要祸上身了 生生世世 怨怨相报 所以你一定要了解 世出世间 没有一定的是非啊 没有一定的祸福啊 吉凶祸福 完全在自己一念之间 所以孟夫子说 我们遇到困难挫折的时候 应当是什么样态度呢 回过头了翻学 饭求助寂啊 决定不愧冤天诱人 世间世间 跟佛菩萨的理念教会 完全相同啊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名号 知道佛菩萨在那里 在这个世界教会 关机圆满了 我们今天在开始 齐步学习 学习 弘法利生 我们要把这个事情做得有成绩 最重要的 要知道根基 知道这个时代 大众的根基 知道我这个地区 学佛跟不学佛的 这些大众根基 知道我道场 啊 这个所有信众 他们的根基 你的说法才会齐积齐离 观机大学问啊 佛法 佛法最重是 因缘 法源呢 不能不给一切众生 解法源 解法源呢 那个根本 是什么呢 慈悲啊 佛家常讲 慈悲为本 方便为门 跟一切众生 有目有云 根本在慈悲心 慈悲心就是世间人讲的爱心 你对于一切众生 有没有爱心 你果然有爱心 你的法源自然就殊胜了 为什么呢 你能爱护一切众生啊 你能爱护众生 你就能够利益一切众生 包括你的冤情债主 啊 现前的冤情债主 累劫的冤情债主 你看得见了 累劫的你看不见了 他在不在 在 时时刻刻 是环绕在我的周边 啊 啊 诸位看这个 《谈虚老法师引诚回忆论》 里头有记载 他老人家在这个 香港 福奇开示当中 也详细讲过 啊 我有一个 录音带 有一片早年 是在旧金山 甘归岁居寺送给我的 啊 我们现在把这个 转变成了 光盘 又流通了 老和尚讲得很清楚啊 他说 第一行老和尚 当年在世 他常常举例子跟大家讲 一个念佛的 徒弟 古鲁匠啊 一个参禅的徒弟 以后做了徒弟功 那他为什么会做徒弟功呢 冤亲带主 常常围绕着他 不放他 那个冤亲带主 是他的太太 他出家 他太太不愿意 跳河自杀了 自杀之后啊 这个魂魄 常常在他身边 因为他自己修行功夫得力 由护法人 这个灵鬼啊 没有办法 不能贴近 那么一直到他以后 在这个寺庙里修行 时间久了 资历深了 他在这个庙里当了首座和尚了 首座和尚的地位是仅次于住持 他生起傲慢心 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了 也有很多人皈依了 也有很多人供养了 傲慢心生起来啊 呼发神离开了 这一夜离开了 他这个太太就 找上身来了 这个鬼魂一上身呢 他自己就迷惑了 无缘无故 他跳火自杀 那被人看到了 救起来了 过了没有多久的时候呢 第二次又有这个情形 他又去自杀 你问他什么缘故 他不知道 就是想跳水 他太太在做水调 那么这个 景山寺的方丈 赶紧写信通知地先老后生 说你这个土地啊 现在很不正常 他常常要跳水做啥 就好像是照模了 你是他师父啊 你要把他带回去 第一先老和尚 就到镇家把他带回来 带回来一路 要是坐船 相安无寺 要带回观中寺 因为他曾经坐过 首座和尚呢 这也在佛门里面有相当地位了 所以在庙里给他单独一个料房 住了几个月之后 有一天早晨吃早饭 他没来 老和尚怎么奇怪啊 这个时候还没起来 派人去敲开门 门是关着的 没有声音 大家就慌了 把他那门打开 打开之后看到 后面他窗户打开了 人不在 老和尚一想 麻烦了 恐怕又去跳河了 赶紧去找他 有真理 他死在这个河里头 把他的尸首找出来 太太父神啊 现在这个时间到了 这段故事 我下个终点的时候 再给你讲完 我下个终点就是 clothes 我下个终点 我下个终点 要让大家不知道 直接上吃到 说